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6月23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一起来 政府股海共創雙贏 好 今天的台北股市 大盤指數仍然是個多空震盪的局勢 早盤開個高 一度急拉上去漲了106點 看起來氣勢如虹 結果沒多久又出現反手擊殺 一度還下跌了42點 不過到下半場10點鐘過後 又變成一個霞幅震盪 收盤上漲39點 跟開盤的位置差不了太多 所以指數的部分可以看到 在這裡已經連續5個交易日 高檔震盪盤旋 看起來好像還在漲 但是這5天下來漲了 加起來不到100點 而且每天都是收一個十字線的走勢 現在大盤在邊多空僵持不下 很多人就在問了 端午節要到了 連續4天的假期 要不要爆股過節啊 接下來端午節到了 端午節變盤會怎麼走啊 這個部分 節目一開始 我們就來跟大家針對大盤的部分 先來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第一個指數的部分 看起來連續5天在這裡高檔震盪 好像跌不下去 很多人覺得 這個行情 反正就是資金行情嘛 市場的資金一直湧進下去 內資扛外資 就會這樣漲個不停 永遠不會跌啦 所以安心的買就好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來看一下 技術面的部分 前幾天剛剛提到過 這一根6月11號 大盤開高 創下11771新高之後 開高走低爆量長黑 出現了10吞三陽形態的 爆量空投吞噬線 這是一個高檔反轉的訊號 那雖然隔天下沙之後 馬上拉了一個100多點的下影線 形成一個錘子 所以我也跟大家講過 短線上這邊會先反彈 但是彈上來 注意這裡1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8天 現在反彈已經有8天的時間 今天最高來到多少11679 仍然沒有能夠過 這一個爆量空投吞噬的高點 11771的形態 所以這個爆量空投吞噬的 一個高檔反轉的壓力 我只能說這個還沒有解除 而且未來壓力會越來越大 那再來特別要去注意的 我們常常講大盤 現在在走一個資金行情 那資金行情什麼會結束呢 往往是出現在散戶拼命 忘了風險拼命在買股票 而大戶偷偷偷跑的現象出現 那現在從籌碼面來看就有這樣 你看到這一波的融資 大盤反彈上來 又急速增加 現在的大盤融資又創了新高 來到1200多億了 那當融資在創新高 代表的是散戶越來越貪婪 越來越想要用融資 跟他拼大的時候 發現到旗子前五大戶 手中的淨空單來到2.1萬口 這是創下了4月份以來 最近這兩個多月 將近三個月的一個 大戶的一個這個融資 大戶的一個淨空單的一個高點 換句話說 現在在大戶的部分 越來越保守 甚至越來越偏空了 那這種狀況出來 我只能說 現在散戶越來越貪婪 大戶卻越來越保守的情況之下 從價量 從籌碼來看 接下來端午節變盤 往下的機率是越來越高了 甚至一個拉回 回側月線是還好 萬一月線再破下去 月線目前為止在11400 先回側 萬一這地方失守下去 這一波反彈 真終再見 準備開始急速下殺 那你說這個月線破了再跑好了 沒關係 那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那什麼叫做資金行情 資金行情就是一股作氣 往上推升 但是每次資金行情 一旦結束的時候 那個走勢 有經驗的人就知道 往往就是急速下殺 可能五天左右 一個禮拜的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跌掉1000點 那你想砍股票 想賣股票 來都來不及 一砍下去 又可能砍到一個波段的低點了 這一點是要特別小心 那再加上這個地方大盤拉回來 打第二隻腳的可能性 目前我都說 還這個要特別小心 那這還是建立在全球經濟 有能夠回溫的情況 如果說疫情沒有獲得控制 那未來經濟變成一個 反反覆覆的封鎖解封 封鎖解封 脫個一年半載 變成一個疲弱經濟 成為全球常態的情況之下 到時候整個長空危機 人未化解 就是8523 可能都不是低點 可能都會再破 這個可能性仍然會有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怎麼去操作 先叮嚀大家 目前撥斷部位 我說過 先要有耐心 等待拉回來回側 觀察如果是第二隻腳 我們再來拼大的 如果沒有這個行情 目前指數又在高檔 往上空間其實也不多 那麼我們就採取 快打當衝作戰計畫 盤中滿手盤後空手 這才是風險最小 又能夠穩扎穩打 掌握獲利 累積財富的最佳策略 這個部分先跟大家做一個規劃 那麼為什麼要這樣去做規劃呢 其實我在股票 20幾年的一個時間了 發現太多的投資人 在股票市場當中 為什麼到最後都是在賠錢 因為太多投資人 都是習慣憑感覺 每次大盤總是要狂跌 跌下去了 跌到這地方人受不了了 感覺好恐怖 報紙打開來都是利空了 才要來砍股票 才要來賣股票 然後等到一砍 砍再低一點 漲上來了 漲了一陣子 又覺得好像沒事了 好像股票又會一直漲 好像在買了就會賺 又感覺很好 又跳進去買 然後一買又買在高檔 等到下一次下殺的時候 再來砍股票 就這樣一而再 再而三 每次在憑感覺做股票 到最後變成追高殺低 錢就這樣不知不覺賠掉了 對不對 各位投資朋友 看了太多投資人 都這麼做的情況 那怎麼辦呢 怎麼去擺脫這種宿命呢 所以我說 記得如果要成為一個真正的操盤高手 你要懂得運用技術分析 從指標去抓轉折 從籌碼去看人心 從價量去知未來 就像下期一樣 今天都要想三步啊 對不對 一個操盤高手 你不能只憑現在的走勢來感覺 你要懂得 事先去規劃未來行情 才能夠做出正確的操盤決策出來 當然我知道你可能會想說 難就難在這裡啊 就是不知道未來會怎麼走 不知道怎麼去規劃 所以每次憑感覺到最後 就變追高殺低了嘛 對不對 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們知道 你可能這地方 對未來行情規劃不了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你需要一個專業的操盤團隊 來幫助你 我們知道你真的需要我們幫忙 所以我們誠心邀請你來加入 由我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極品操盤團隊 因為你會看到憲榮老師 是怎麼樣在幫會員朋友 在幫我們的投資人 真正的認真的精準的 專業的規劃行情的走勢 就像今年初 大盤先漲到12197高點附近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大家都覺得 指數從10180上來 這個資金行情沒問題啊 美股也還在漲啊 繼續買就對了 對不對 那現在大家都說 總統大選就會有所謂的選舉行情 然後美中又簽署了貿易協議 這個對股市來講的話 也會這個是個利多啊 可是還記得我怎麼跟大家說 我說10180上來漲到12197 漲了19% 對稱9310漲到11097也漲了19% 現在上升這個下降其行的突破 漲幅已經達到滿足點了 再從時間來看 10180上來漲了21週 9310上來漲了13個月 這個也面臨轉折了 所以再加上台積電 在利多法說會說釋出了利官 利多訊息之後 外資不買反賣 我們特別提醒 這種狀況出現 就算長多格局 你也要提防會有中期回黨出現 所以當時特別叮嚀 整個總統大選 跟美中簽署貿易協議 兩大利多實現之後 開始會利多出境反轉而下 這是當時我跟大家做的規劃 對不對 所以當時都建議會員朋友 採取快打當衝作戰計畫 盤中滿手盤後空手 過年前 我們元月份的戰績 六勝二負二合 每一筆我都誠實報告 對不對 有賺一定有賠 贏虧相抵賺的扣掉賠的時候 光是過年前 累積報酬率來到10.7% 就真的很多會員朋友 跟著我們這樣一檔一檔操作下來 假設每一檔一百萬操作 很多人幫自己在過年前就加薪 就賺到了這個五位數 甚至六位數的年終獎金 而且是穩穩的放在口袋裡 後來大盤過完年 疫情爆發急速下殺 很多人買股票想要報股過年 想要賺紅包的 反正受傷累累 憲榮老師利用當衝作戰 穩殺穩打 甚至整個三月份 大盤狂跌了3600點下去 有沒有 然後又急速彈上來 憲榮老師仍然採取快打當衝作戰的方式 千疊後掌 我們一樣穩扎穩打 三月份 總共13次出手有成交的 對不對 九勝三負一合的情況之下 每一筆我也都誠實報告 有賺有賠 每一筆都誠實報告 累積報酬率來到多少 16.9%一個月 對不對 真的很多人這樣一檔一百萬上下操作下來 一個月幫自己加薪個五位數 甚至六位數 就是這樣的方式 穩扎穩打 在幫助投資朋友 那等到大盤從12197 哇 狂殺3600點 跌到8523低點 恐慌追剿令萬箭齊發 指數恐慌殺盤 灌破十年限的時候 有沒有 當時大家才急急忙忙在砍股票的時候 我們跟他講 短線上隨時會反彈 甚至如果是個正常 這個長多格級之下的一個中期回檔 我跟他講低點就在這8523附近不遠了 所以如果你要這個買股票爆波段 你也應該是在當時買 而不是現在又漲到1萬1 1萬2的高檔才來追 現在大盤指數來到這地方 不但是指數已經又來到高檔區 重點是K線形態 價量結構 整個籌碼面融資持續創新高 旗子大戶的淨空單也在創新高 這種狀況我只能再三提醒 從價量從籌碼來看 要提防 端午節變盤 這個往下的機率會越來越大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再提醒一次 目前只有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計畫 才是你風險最小 又能夠穩扎穩打 拒殺乘塔 累積財富的操作策略 因為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 是這樣 盤中滿手沒關係 不用去擔心錯失行情 但是有賺沒賺盤後通通建立 會員朋友保持空手 這樣才不用去擔心美股 一下子大獎 但隨時也可能大跌 哪一天又會來個一兩千點的熔斷 都很難說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買股票爆波段 爆到最後發現 每次交美股大跌 怎樣 當天睡不著覺 看著美股越跌越深 越賠越多 眼睛金金看到天亮 這樣心情差得不得了 然後隔天才來急急忙忙 要砍股票 做股票 這樣你不覺得很累嗎 對不對 可是你跟著做當衝 完全不用擔心 盤中滿手盤後空手 這樣讓你有生活品質 每天睡得安安和穩 快進快出 受到大盤趨勢影響又非常低 大盤急殺 大盤大漲 我們都還是有賺錢機會 因為我們操作靈活 隨時可以先買 也隨時可以先賣 風險又幫你降到最低最低 不敢說沒有風險 但是我們當天進當天出 至少幫你把風險降到最低最低 你不會股票抱在那裡 越套越深 越賠越多 最後變成長期套勞 變成重傷 對不對 也不用說放空 會不會融券被強制回補 會不會主力故意來嘎我們 被嘎空都不會 風險降到最低了 對不對 錢又可以放在別的地方 剩更多利息來資金靈活運用 重點是天天掌握賺錢機會 來累積財富 所以我說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那當衝絕對不是說 那我就看著盤 今天有什麼股票 大單在急拉 就趕快跳進去追 大單在急殺 就趕快跳進去跟著賣 不是這樣 因為你這樣子跟著你追高殺低 到最後會發現 有賺你就趕快跑 沒賺就凹著的時候 到最後 常常又是追高殺低 又被騙了 又反而賠錢了 對不對 所以憲榮老師強調 真正 憲榮老師在做當衝 是這樣子來操作的 每天按照SOP 第一步觀察盤式 決定好攻擊盤做短多 整理盤做短空 再從1000多檔股票 選出符合條件的個股 那我說我符合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 你至少成交金額 量要夠大夠熱門 對不對 或是股價夠高 這樣我們操作下來 才能夠帶著會員朋友 好盡好出 所以很多人說 那我今天這檔股票好強 我為什麼不買 有些小型股 有些低價股 根本沒辦法帶會員朋友操作 那個我碰都不會碰 所以我只會找符合條件的股票 第一個條件就是量要夠大 夠熱門 我們會員朋友好進好出 而且符合我所說的 如果我要賣 我要找大戶在高檔出貨 轉弱的股票 如果我要買 我要找大戶在進貨 轉強的股票 對不對 這樣確認轉折時果斷出手 所以我也不會說 每天去猜最高最低 我要抓的是它的一個轉折 賺它的一個盤中的小波段 然後這地方每天最重要 遵守紀律理性操作 當天進當天出 把股票的角力清爽 我們看到大盤指數 我們看到大盤指數 一開盤開高 一度漲了106點 可是今天發現 第一個指數開高 爆大量 第二個 今天起跑的漲幅 卻比現貨來得小 這種狀況就要小心了 第一個盤勢開高 可能拉回 第二個爆大量 尤其是靠著台積電 今天開個高漲了4塊錢上去的時候 我都說過最近的盤勢 如果你看到是靠台積電 拉升指數上去 你反而要小心 會有其他個股大戶趁機出貨 那我們今天鎖定的標的 2492華興科有利多劍報 說他買進了9000張的紅灰持股 準備要進軍車用的市場 可是開盤開高 是因散戶搶進之後 發現馬上後繼無力 高位過高 反而跌落早盤均價開盤價 學過憲榮老師操盤級技術分析的 會知道 這個疑似有大戶在趁著美股上漲 趁著利多劍報的時候 拉高出貨的跡象 好 短線動能指標也高檔 這個交叉翻黑出來 所以我們建議先賣後買 不過今天的華興科 9點35分發出通知 我們在188 189之間先做賣出 直接大盤走勢上來看的話 直數後來就是一個霞幅震盪 華興科也類似狀況 這地方高檔震盪震盪 衝也衝不上去 跌也跌不下來 到最後我們均價賣在188.5 到了1點鐘左右 尾盤市價也是在188.5 剛好在成本附近 就趕快這個地方把它買回來 明天再找賺錢機會 所以今天我們雖然沒有幫會員朋友賺錢 但是我們至少保護好會員朋友 有沒有成本附近收回資金了 所以這種狀況穩紮穩打的 先保護好會員 當然你會說那也沒賺錢 我要去找其他有賺錢 天天大獲全勝的老師 各位投資朋友 我還是提醒大家 做股票 有人可以保證你天天大獲全勝的話 那絕對叫做神話 神棍才講的話 對不對 很多投顧老師就這樣 每天在電視上吹噓 我今天又有哪一支股票漲停 我今天又有什麼股票 大獲全勝大賺錢 天天都在大賺嗎 到最後你加入就發現 原來這些老師 每天喊了一堆股票給各種會員 只講賺錢的賠錢藏起來 甚至把會員分成N組 對不對 這個每一組股票都不一樣 電視上表演的都不是你參加的 你可能都遇過 我只能再三強調 我不可能保證你天天賺 但是我給你別人沒有的四大保證 第一個跟著我做當衝 當天進一定當天出 絕對沒有那種在凹檔 第二個每天就最多兩檔當衝股給你 不會給你一堆股票 叫你自己設飛標 第三個每個會員收到的當衝股 都是相同股票 跟著我做當衝 就是同一檔 所以第四個最重要 如果節目當中秀得快打當衝股 跟會員收到的不一樣 老師賠償100萬 而且永遠退出股市 給你100%的人格誠信保證給你 就是這樣堅持不說謊不騙人 最高標準要求自己 每天誠實報告每一筆操作 今天華興科 我們就這麼一檔 沒賺錢我也誠實講 所以我只希望緣分到了 認同憲榮老師你練到 一起來征服湖海共創雙贏 所以我們就這樣誠實報告 每一筆操作 今天沒賺 可是讓我們逮到機會了 像上個禮拜做穩帽 利多監報大戶出貨被我們逮到 那天先賣後買有沒有 287賣282買回 5塊價差 穩穩的放在口袋裡 4張就是2萬左右 對不對 玉金光利多監報大戶出貨 被我們逮到了 那天6塊價差 做個2張就好 又1萬多對不對 雙紅利多監報大戶拉高出貨 又被我們抓到了對不對 3塊價差 100萬做7張 那天也很多人賺個2萬左右 對不對 漢唐利多監報 又是被我們抓到大戶趁機出貨 又是4塊價差 5張又2萬對不對 文貌利多監報大戶拉高出貨 又被我們逮到 哇那天大賺6塊價差 4張又是2萬多 坦起來 就是這樣的方式 穩扎穩打的 在幫助會員朋友累積財富之中 那這個月目前我們當衝戰機 五勝二負三合 每筆我都誠實報告對不對 累積下來贏虧相抵 賺的扣掉賠的時候 累積報酬率7.4% 很多人目前已經幫自己 加薪個5位數 賣下6位數之中 繼續再努力 那如果說投資朋友 也想利用快打當衝作戰 來多裝造一些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讓家人過更好的生活 讓你能夠實現 你的人生夢想 這裡就從當下開始 所以特別幫大家這地方 推出一個端午午午的一個 升級回饋 五發財專案 端午節最後一波 倒數兩天 最後的機會 休息時間就歡迎跟我們做聯絡 第二階段馬上再回來 入會專線 027810909 運達投顧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最前瞻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參與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限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這幾天感謝很多投資朋友打電話進來 再詢問現榮老師的極品操盤團隊 那一位投資朋友 他說真的這個地方 要特別這地方來加入現榮老師的一個原因 就是看了這麼久的節目了 發現電視上其他投顧老師 每天都在吹噓自己 每天賺了多少錢 又有什麼股票漲停板的時候 這麼多老師 只有現榮老師 每天會誠實報告每一筆操作 有賺的沒賺的都誠實拿出來講 這種有誠信的老師 他最欣賞就是這一點 而且他也發現到現榮老師 就算有看錯 一定就是小賠一點點就趕快跑 他加入過其他老師 也說有停損 每次都是賠了一缸子了 賠到重傷了 才來砍股票 他說現榮老師 真的每次看錯頂多小賠一點點 一趴多兩趴就趕快跑 不會讓大家受傷 所以願意找這樣的老師來幫助他 當然現榮老師很感謝能夠獲得指引 我們也會繼續努力 同時也是再三提醒大家 做股票 股票的操作 就像吃燒餅一樣 沒有人吃燒餅不掉芝麻 做股票也沒有人能夠天天賺錢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掉個芝麻很正常 卻絕對不可以只吃芝麻 卻掉了一個大燒餅下去 換句話說操盤高手 我們出手結果記得 看對有時候小賺 有時候大賺都沒關係 看錯一定小賠就好 絕對不可以讓大賠這件事發生 所以就是這樣的狀況 我為什麼說快打當衝作戰計劃 才是你最好操作策略 因為只有當衝能夠幫你把風險 降到最低最低了 我們每天就是這樣 提供最多兩檔當衝股給你 清楚的告訴你要買要賣 清楚的給你進場價預設停損 獲利目標 沒時間看盤老師幫你看 對不對 當天進一定當天帶你出 幫你把風險控制在最小 像今天我們操作2492華興科 沒有賺早盤均價188.5賣出 到了尾盤1點鐘還是在188.5 我們就把它在成本附近買回來 對不對 雖然沒有賺錢 但是我們收回資金了 風險控制在最小了 再來繼續找賺錢機會 被我們逮到了 像之前操作穩帽 利多監報 大呼拉高出火 有沒有 順利的5塊價差就躺起來了 郁金光6塊價差躺起來了 對不對 雙紅3塊價差 7張也是2萬左右 對不對 漢堂4塊價差 5張又2萬左右 穩帽再做一趟 6塊這個6塊價差 4張又是2萬4左右 就是這樣 你看到看錯小培就趕快跑 看對可能就是一波連勝 可能就是一波賺大的 重點是跟著我們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就有機會當個快樂當充足 幫自己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認同我們理念的 提醒大家 感恩回饋 五發財的專武節 最後一波專案 最後的一個倒數兩天 想把握的指名加入 由我親自帶領的 極品操盤團隊 一起來 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頂著